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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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时刻下 有什么股 你慢慢收集的话 都是追求稳稳稳稳稳的股 中移动 是可以趁调整 可以考虑的股份 为什么呢? 周园的许务来说 整个盈利增长da 有6.5% 叫做相对好的稳稳稳稳稳稳得 right 很高的众 futuro 是这样 因为要藉口 强大型的公用股 不是体现三种高的仅仲 第一个叫做的稳稳增长 第二个叫做做交易渗 trou 计量是相对为稳稳稳 现在都去报待9历甚至 até10历 这些股价的波动 还有未来两年他都会维持着 希望维持着七成的派息目标 他也是公布出来 他们希望维持 另外他也是会进行一个 大额的股份回购 希望对他的股价有一个支持 所以他公布出来 又不是有什么重大的 整天去回购 现在去回购下 他明明说很大 但是回购少少 又不见他 真的慢慢出手 都会令到股价 好像跟着大市又有些调整下来的情况 但是你看回他的业务来说 股息率 他没有理由说得出又不做 都是有些回购的憧憬等等 在这些水平 我觉得又慢慢可以收集一下 因为如果大市不丟的话 又不差的话 这些股价又比较难 有些比较大的调整 所以如果你现水平想去入市 不要太心急 都是一注 分开一点 甚至乎 一注不是很够钱 因为你一注也不是太高 你现在大概2万5千元左右 但是你不想那么多的话 你就转做月供 因为这些大难酬 传统类型的股价 都是可以月供 用一个这样的模式去做 你挖一块 钱 你放入月供 你当作投资者的合格 放进去做一个长期的收集股 你不要理他在这个 Range 里面 去区间 因为我觉得 你再下去 可能调整一成 都是这样的 你调整很大的幅度 除非他突然爆出 极重大的负面消息 否则的话 我相信 你要担心大市向下行的压力 要找稳稳的股 而防守力有够强 这种模式的中移动就会比较 不错的选择 除非你很害怕 很害怕的话 你可以 考虑在失踪这一天的低位 即是47.8 就做一个技术性的高出先 等它上回去 你才再买 但是 如果你防守性强一些 或者你真的想着去买 长白 的股份的话 其实不需要太担心 我觉得可能 你条件多 可能一成 应该 再大致的空间 不会太大 就比较喜欢 你条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